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 但现在,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你要听 那创造你,从母胎里就塑造了你,又要帮助你的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渴之处,把河水浇灌干旱之地 我必把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把我的福降给你的子孙 他们要像从草中生长起来,又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必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也必以雅各的名称呼自己 另一个必亲手写上,我是属耶和华的 并且要以以色列的名字替自己命名 耶和华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谁向我呢?让他宣告,让他述说,又在我面前沉迷吧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子民,未来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让他们把他们述说出来吧 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 我不是老早就说了给你们听,告诉了你们吗?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还有真神吗? 没有别的磐石,我一个也不知道 制造偶像的人,尽都是虚空的 他们所喜爱的都没有益处 他们的见证人一无所见,一无所知 以致他们蒙羞 谁制造神像或铸造偶像,不想得到益处呢? 看啊,所有与他同伙的都必蒙羞 工匠也不过是人罢了 让他们都集合起来,都站立起来 让他们都惧怕,都一同蒙羞 铁匠先用工具在铁上雕刻 然后在火炭中加工 再用锤子把铁锤成形状 用它有力地绑壁锤成 他若饥饿就没有力量 他若不喝水就疲乏 木匠拉线用笔画出轮廓 用袍子刨平 用圆规画出模样 做成人的形状 有人一般的美丽 好住在庙里 他为自己砍伐香薄树 或选取鱼树和橡树 让它在树林中长起来 他栽种松树 让鱼水使它长大 人可以用这树做燃料 可以拿来生火取暖 又可以烧着烤饼 人竟然用它做神像敬拜 他做了雕刻的偶像 又向它叩拜 他把木头的一半放在火里燃烧 在上面烤肉 吃了烤肉并且吃饱了 就自己烤火取暖 说 哈哈 我暖火了 我看见火了 他用剩下来的一半 做了一个神像 就是他雕刻的偶像 他向他俯伏 向他敬拜 又向他祷告说 求你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神 他们并不知道 也不明白 因为耶和华 闭住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使他们不能明白 没有人细心思想 也没有人 有知识 有聪明说 我把木头的一半 放在火里燃烧 我也在炭火上 烘过饼 烤过肉吃 剩下的 我却用来 做了一个可赠之物 我要向木头叩拜嘛 他所追求的 只是灰尘 被迷惑了的心 使他偏离正道了 他不能救自己 也不会说 在我的右手中 不是有个假神吗 雅各和以色列 要纪念这些话 因为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了你 是要你做我的仆人 以色列 你必不会被我忘记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密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为我救赎了你 诸天啊 你们要欢呼 因为耶和华 做成了这事 地的深处啊 你们要呐喊 群山啊 你们要发声欢呼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啊 你们都当这样 因为耶和华 救赎了雅各 他要借着以色列 使自己得荣耀 你的救赎主 就是那在母胎中 就造了你的 耶和华这样说 我耶和华 是创造万物的 我是独自展开诸天 铺张大地的 我是说假画者的 照头失效 使占卜者 都变成愚昧人 我是有智慧的人 后退 使他们的知识 变为愚拙 我使我仆人的话实现 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我对耶路撒冷说 你必有人居住 对犹大的城镇说 你们要再被建造起来 至于其中的废墟 我必重建他们 我对深渊说 你干了吧 我必使你的江河干涸 我对古列说 我的牧人 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 他要对耶路撒冷说 你必被重建起来 他必对圣殿说 你的根基要奠定 我对你去谈害远 我带来 我带来 由于我们再带来 去谈派